哇 哇 哇 新地图 新城市 哇 新的派门 这样的他 今天也在为这个国度的正义奔波着 看新的派门兄弟们 别看美露仙身形小小 他怀着很重感 可一点也不弱 又像马又像猫 他甚至不畏惧于独自巡视 灰河 一旦出现可疑的人 比如 未知的外乡人之类的 哇 终于我们到分单了吗这是 哦水下的世界 好家伙 正义的小美露仙 终于能潜水了 我的天哪 这波更新 太震撼了 水下的解谜 这不会有亚特兰蒂斯吧 这个水下的怪物 也别具特色 不小心被他误会了 哇 这个好玩 那就把他 告上审判庭吧 清夏 热子 大蜜镜 希望大家 也能享受到这个可爱的故事 喜欢这个可爱的版本 是3.8一刻也不想呆了 就想潜水 就想看一看新的派门 水下只能用主角 不可能那么那个吧 都已经做出水下功能了 必然是要让我们各种角色在里面游游吧 看看每个角色游泳潜水是什么样子 一刻也不想呆了赶紧更新吧 水下应该没有战斗 这个东西制作的难度就有点大了 你说水下有个解谜还可以 或者说他水下专门给你一个特定的道具 让你去进行一些互动 这样是有可能的 你说战斗呢 绝对不可能 那就相当于一个新的游戏了 那直接就脱离了原神这个游戏的框架了 脱离这个游戏的底层设计了 水下打架弄个罩子罩起来 那就是在水下搞出一片空地来呗 那那就不算是水下了 你这样说的话是有可能的 专门在水下开辟出了一个空地 就像在陆地上一样 你就像西游记的这海底龙宫似的 一进龙宫你就没水了 你就跟在陆地上一样了 可以自由行动了 美之之啊